甄嬛串冲除了于婴儿从宫女变成答应之外 还有一个人也是从宫女一跃而起变成了小主 他就是一直伺候华妃娘娘的宋芝 宋芝成为小主表面上是皇上有情华妃有义 实际上皇上愿意封宋芝为答应却是无奈之举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做 首先宋芝是华妃的贴身宫女实时伺候华妃 而皇上因为宠幸华妃也时不时到易坤宫 这也就意味着宋芝也能时不时见到皇上 既然宋芝见了皇上那么多次 为什么偏偏这次皇上就注意到宋芝了呢 咱们可以看到事发背景是华妃重新货宠 皇上为了安抚华妃特意下了朝就来看华妃 而华妃也很懂得抓住皇上劝他留下来一起吃饭 这时宋芝作为华妃的贴身宫女少不了伺候 所以当宋芝端着水来到皇上跟前时 皇上闻到一香就问这水怎么和平常的不一样 华妃正要回答时突然宋芝来了一波抢答 从前用的是干松 五百纸 桂枝和竹叶泡出以后 护干盐沫做的洗手药 娘娘因不洗桂枝的气味 所以改用了木兰皮又加了一味白痰 洗起来更滋润 味道也好闻 宋芝这一大瞬间让皇上心下一惊 这一惊不是惊喜而是惊吓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剧中咱们可以知道 华妃宫里点的是欢宜香 而这欢宜香里又会有少量的舍香 咱们都知道舍香会导致女子不孕不育 偏偏欢宜香又是皇上赐给华妃 防止她有孕的 因此当皇上听到宋芝回答出遗传要明时 他心里害怕宋芝已经知道了欢宜香的秘密 所以皇上就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从前竟不知道你懂得这些 娘娘用东西仔细 奴婢都是留心着拣选着替娘娘试用 也亏你懂得这些 自己的手又白 所以华妃才跟有你试过的 也就是说从这时起 皇上就已经起疑心了 在整个吃饭环节 皇上都时刻关注着宋芝 不仅打断了华妃特意叫宋芝给他夹菜 甚至当着华妃的面夸宋芝的手又白又好看 看到这让人不得不怀疑皇上眼睛有问题 宋芝的手哪里白了 这分明是黑不溜秋的 咱们睁一眼说瞎话也不能这么说吧 也怪不得华妃在一棚暗暗生起了闷气 于是当天晚上华妃就把气撒在宋芝身上 不仅不让宋芝贴身伺候 而且还想把他赶走 然而就在华妃准备责罚宋芝时 周宁海来了 周宁海一边劝着华妃宽容 一边让宋芝先下去 最后周宁海告诉华妃如今年更姚失事 而华妃又是重新获宠 不方便替年更姚说话 要想在这后宫中长盛不衰 那就得有自己的人 这个人不但忠诚自己 还能替自己拉拢皇上 现在皇上又恰好看中了宋芝 华妃正得时机 权衡利弊之后 华妃决定赌上一把 把这个赏给宋芝吧 娘娘胜命 奴才这就去办 紧接着华妃就领着宋芝 去了养心殿 来到养心殿后 华妃就停下 让宋芝自己进去 很明显 华妃是在给宋芝和皇上 独处的机会 此时皇上和张廷玉 龙科多正谈着国事 苏培圣对皇上说 午茶时间到了 宋芝就奉上茶 皇上原本还在繁星朝政 突然看到端茶的是宋芝 皇上瞬间变了脸色 夸得宋芝一句 你这只衣服不错 商量朝政时 皇上竟然把注意力 放在宫女身上 张廷玉和龙科多 四目相对 心照不宣就告退了 两人退出养心殿 没多久 苏培圣也退了出来 并且苏培圣还告诉华妃 让他别等宋芝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宋芝一时半会儿 出不了养心殿 这也就间接的说明了 皇上要宠姓宋芝 果不其然 宋芝伺候了皇上一晚 就被封为了答应 而这一晚 皇上除了风华雪月 一定也试探过宋芝 会得就是想看看 宋芝到底懂不懂药理 究竟知不知道 华妃宫里欢宜香的秘密 不然皇上也不会 在封宋芝为答应时 提到华妃 去给华妃磕个头 她好歹是你的主子 该谢她提携之恩 表面上皇上是说 看在华妃的面子上 进击封赏 实际上是因为 皇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 宋芝压根就不懂药理 洗手水的事 或许只是宋芝提前做了功课 所以在封宋芝时 皇上心里觉得 愧对华妃 才有了以华妃名头封赏的事 为什么说皇上肯定 宋芝不懂药理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皇上下了巢 本是家人有约 偏偏皇上临时改了道 要去一昆宫 来到一昆宫后 皇上照常和华妃一起吃饭 此时的华妃 为了给皇上留下一个好印象 一改以前奢华的餐具 并且让宋芝一起吃饭 可宋芝伺候华妃伺候惯了 就说了一句 能伺候娘娘和皇上 是奴婢的福分 对于宋芝的拒绝 咱们听皇上是这么说的 大家都是姐妹 你站着 本宫吃着也不安心啊 也就是说皇上一直都是把宋芝当奴婢时的 哪怕现在的宋芝已经成为了大映成了小主 在皇上眼里 宋芝永远都是伺候华妃的奴婢 曾经一次次的夸鸡领夸手白 夸衣服好看 全都是皇上在试探宋芝 知不知道欢一香罢了 只能说皇上为了试探 把身体都搭上了 也真的是太豁得出去了 为那些臭男人生孩子做什么 活该 我只想说莫言师傅 您说的对 比女主活得还清醒 我说莫言是反恋爱脑 第一人评论区的各位 应该没有人反对吧 当人人接近白的甘露寺 突然混入了一个铁梯 整个甘露寺的画风就从这样 再去使两能柴火回来 要不不许吃饭 变成了这样 没错 从这两句话里 我们就能知道 甘露寺明面上 是有头有脸的皇家寺庙 实际上 就是个肮脏不堪的臭水沟 这里头的姑子 没有半点吃斋念佛的慈悲心肠 个个奉承静白 欺软怕硬 唯独莫言是甘露寺里的一股清流 他性格耿直 一身反骨 不屑和静白等人同流合污 是所有人眼中脾气爆不好惹的刺头 说到这儿 我是真想问一句正导 莫言的人设确定不是错拿了大女主剧本吗 我上一次看到这种设定还是在隔壁渭鹿那儿 就这样 莫言愣是把自己活成了甘露寺中的贤云野鹤 秉持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的原则 在一片乌扎中独善其身 这人设难道不比大女主带感吗 不过咸云野鹤岁好 时间一长 莫言也会觉得孤独 直到甄嬛等人的到来 莫言这面冷心热 极具正义感的心胸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众所周知 甄嬛刚生完龙月 就直接来了甘露寺 月子没做好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落下病根 没办法 今夕只能一个个去求人 给甄嬛找红堂 结果诺大的一个甘露寺 居然没一个肯帮忙的 气得换臂直骂 方才住持还说 是仿着从前舒太妃的先例来呢 可是这一转身 就连热汤上水都没了 这个时候莫言出城 手捧一包红堂 像极了英雄就美的鸭子 然后二话不说 搭手把麦 茶碳甄嬛的麦相之后 就爆出了一句至理名言 为那些臭男人生孩子做什么 此刻我真想问一句莫言师父 你一口一个臭男人的 男人究竟怎么你了 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你对男人如此敌视 这儿我们不妨做个大胆的猜测 莫言出家前 应该也是被负心汉抛弃的 心灰意冷之下 才来甘露寺修行 某种程度上讲 莫言和甄嬛属于同病相恋 正因如此 当莫言看到性格气质 明显和静白 不一样的甄嬛 又知道他和自己 有着类似的经历时 莫言才会产生好感和同情心 及时的换位思考 共情甄嬛的痛苦 以后的日子里 他也帮了甄嬛很多 比如莫言嘴上虽然说 活该 这个足够你喝了 别再出来吵人 但行动上还不是 把一大包红糖给了甄嬛 让甄嬛调养好身体 扣钱体正值 莫言师父你有点可爱呀 甄嬛看了都说 刚才这位姑子 虽是冷口冷面 却是一副难得的热心肠 总观整个甄嬛四副本 莫言一再强调的原则 只有两条 一是不要相信男人 会贬得不幸 二是被欺负了 要学会反抗 所以 静白让甄嬛饭点 减柴火 莫言先是表示 也不能饿着肚子去呀 吃完饭再去 不了 早去早回 你身子不好 我陪你去 等莫言察觉到 静白掐上了甄嬛的手时 他又气不大一处来 恨铁不成钢地说 他又掐你了是吧 别人羞辱你 你就不知道还手吗 奈何甄嬛刚来甘露寺 不想生事 只想迎人 莫言也不好多说什么 同理 眼看方若姑姑和温石出 好几个月不来看望甄嬛 静白和他的狗腿子们 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以肺牢和偷盗为友 叫嚣着要把甄嬛赶出甘露寺 咱们甘露寺不能住得了肺牢的人 就是 那还有别的乡客敢来住吗 此时屋外冰天雪地 一群平日念阿弥陀佛的人 如今却你一言我一语的 逼一个无辜的女子去死 这般虚伪 莫言真心看不惯 怒吼一句 随后便冒着大雪 伸一脚浅一脚的 背着高烧的甄嬛出了甘露寺 途中遇到果子李想帮忙 莫言却满脸警惕 从不把旧人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 你是个男人 男人都会让女人伤心的 此经句一出 弹幕上都在说 莫言好适合做姐妹 恋爱脑一整 她分分钟都能骂行你 是啊 对于莫言来说 女人只有自己强大 做自己的靠山才是敌气 所以面对果子李的帮忙 莫言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 对此果子李再三保证 她不会伤害甄嬛 莫言才勉强同意 就要谢你这一次 敢于挑战权威又能够仗义直言 这样一个具备反抗精神 说话又是人间清醒的莫言 实在让观众喜欢的不行 同时 莫言一次次的帮助也让甄嬛心存感激 待甄嬛在林云峰复宠 荣耀回宫之日 头一个要收拾的 就是曾经霸凌她的静白 静白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当年她诬赖本宫偷盗 今日就赏她二十板子 略作惩戒了 相反 她头一个要暴打的 就是从一而在 再而三帮她的莫言了 莫言何在 皮尼在此 娘娘有何吩咐 静暗师太虽为助持 但心肠过于磁软 从今日起 便由你接替静白 尖四一只 好好揪一揪甘露寺的风气 是 可以说莫言的生殖加薪 是靠她自己征来的 从此 她一不用再受静白的气 二 还能利用直权 把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 好好修理修理 这一结果简直大快人心 然而 白族之宠死而不僵 甄嬛一时心软放了静白一马 因为后来的滴血验清局 埋下了隐患 三十年何东 三十年何西 静白当初有多么盛气凌人 如今被莫言压制 却有多么憋屈 疾恨之下 她又想作死 进攻给瓜六做伪证 说甄嬛婚时出有私情 这一回莫言再次登场 大女主的气势一压 越发把静白秤脱的和 跳梁小丑一般 不比静白一上来就拉菜 莫言说话其实非常讲究 一句 一别数年 娘娘手上的洞窗 冬日发作还厉害吗 西一道出了她对甄嬛的熟悉 又暗暗的替甄嬛卖了波惨 让四大爷相信莫言的证词十分的有说服力 紧接着莫言又把甄嬛受的苦和静白 甄嬛的旧愿一一道出 告诉四大爷 静白不是好人 他的证词不能作数 最后直接放大招 一通实锤 打得静白措手不及 彻底把甄嬛摘了出来 凌云风那种地方 偏僻难行 常有离毛出没伤人 西贵妃若真与温太医有私 大可一走了之 何必受在那里吃苦 说真的 莫言师傅您还缺闺蜜吗 如果缺的话 考虑一下我们怎么样